男人准备自己动手给新家装修 他向朋友借来一台泡沫机 准备给阁楼做一下隔热 可是在铺设管道时 有一束管子发生了弯折 男人没有注意到 戴上面具爬上阁楼准备开始工作 随着开关被按下 机器开始运行 他打开喷射枪 将隔热泡沫喷在房顶上 殊不知危险正在向他靠近 管道的弯折处压力开始变大 没过一会儿喷射枪就停了下来 他没有多想 还以为是机器停掉了 于是拿出控制器再次按下启动键 随着压力的不断加大 机器发出了高压警告 男人还在继续尝试 很快就到达了危险压力值 下一秒 大量的泡沫喷涌而出 男人被脚下的管子半倒在地 头部受了重伤昏了过去 泡沫直接喷在他的身上 很快 男人就被泡沫完全覆盖 紧急中心很快就接到了报警 原来是妹妹提前下班回家前来帮忙 却发现阁楼上全部被注满了泡沫 他尝试给哥哥打电话 但这个泡沫的隔音属性特别好 消防员找了一圈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紧接着他们又拿出了热成像 没想到这个泡沫的隔热属性已好到离谱 由于无法确定他的位置 营救工作陷入了僵局 于是队长安排所有人拿上工具 开始捅天花板 他们一边呼喊男人的名字 一边不断地敲击着天花板 眼看就要被捅成马蜂窝了 一名队员终于找到他的位置 现在他们需要聚开胶盒板 才能将男人给救下来 幸好家里的工具比较多 消防员推了支撑杆顶到了天花板上 然后用斧头凿出一个大概的范围 紧接着用电锯将胶盒板切开 没过一会儿 一整块胶盒板就被慢慢抬了下来 他们合理将它立在了地板上 然后拿了工具将胶盒板与泡沫分开 此刻男人正嵌在了泡沫里 他们将男人拉出 合理抬到了担架上 经过检查 发现他的呼吸非常微弱 消防员赶紧将他抬上了救护车 并立刻给他吸氧 可是男人脉搏非常微弱 仍然没有反应 他们只能拿来工具 开始给他人工通气 一旁的妹妹快要急哭了 在他们的不断抢救下 男人终于苏醒了过来 这个事故告诉我们 自己动手给房子装修 切记一定要注意安全